是由馬龍對梁敬坤 這場比賽之所引人關注 是因為在第一次選馬賽中 馬林 馬龍1.0領先 是個乒乓球之都 曾經出現過像李錦光 這樣的賈寧 楊廣帝等一些國手和著名運動員 就是贏了馬龍贏了張繼科 和另外一名運動員 所以一下給人們留下了憲心介紹 河北省目前對乒乓球的發展 也是極為重視 在去年的平常聯賽中 他是戰勝了好帥 展示了他的實力 在2013年的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團體賽獲得冠軍 選馬賽的時候 他是排在第二張繼科 是已經成為了正式 好漂亮 打平方球 打平方球的動機是父母希望他減肥 但是沒想到在打球以後一發不可收 這個味道想一個多月都不消很香 所以也成了秦立簡教練的同年的回憶 說去年呢他第一次選馬賽之後呢 就留下來過了一個好年 出生牛都不怕混 上的就是拼 就是他們年輕的小將可以選擇 上半區還是下半區 他選的是馬龍贏 因此梁敬坤呢其實是 把這次跟馬龍打得更有優勢 快點 漂亮 在省運會上多次獲得冠軍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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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呢 來這個 使自己受傷的這個狀態 能夠盡可能地避免 強硬力 因此 多延期 巴黎 包括今天的東京 都是在正江 正好 所以今年又再次來到正江 出 出 逆旋转 出 出 马龙 都需要不断的摸索 这样马龙在第二局比赛里就11比8取得了胜利 这种球方球比赛接受多 而且领导能够带头的参加比赛 会作用多做工作 让更多的人拿起来 献报大家帮助大家进行投资 对拉 这个拉得好 这就是经验 那这事我好像好打 可是你脑子里有一个负担 很多观众球迷都非常的关心马龙 这个关心马龙这个球呢是最细腻的 这样的马龙呢 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的整个台湾 对他主持欢迎 马龙你好 当时是什么情况 如果说是梁静芬主动去选的话 我相信他有 对 因为我也看了上一次的这个 第一次的直通了 这是一种干扰 是这样 如果说受冲着就有准备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 刚才我也说梁静芬来 反手 但现在的这个 连续的这个改革以后 现在这个 敏拉 以前的发球都是发到最少的反手为 所以现在这个整个打法 没觉得他好像哪有伤 对 所以这个阴连 伤反正是或多或少 不管是身体伤的还是心理伤的 而且是浅 好的 进攻造成很大的这种压力 所以这就是这个乒乓球 现在改革了以后这些 现在已经是2比0以前 他第三季也是胜利在望 这样马龙就以11比9 取得了第三季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3比0战胜了梁静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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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这样的鸭凝 谢谢大家